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 今天终于要跟大家一起聊聊一下 这两只90年代初期的美产芬达美镖 那这两只也是我目前为止能够摸到的 可以说是最接近于皇家居91演唱会上的那只芬达美镖了 这一次我是非常的感谢热心的朋友小玄同学 把他心爱的收藏的这两只 极其接近于皇家居使用过的美镖借给了我 我也终于有机会能够体会一下皇家居 为什么会对美镖这种 并不是极其高端的情形 这么的喜欢 那接下来我就好好的跟大家聊聊一下 我近期做的一些功课 和我对这两只琴的理解吧 这一只的编号是N0开头的 那极有可能就是一只90年产的美镖 而这一只的编号是N1开头的 极有可能是91年产的美镖 而家居这一只90年的美镖 在08年开的那一场 别了15载家居纪念演唱会上的展览会上 有展出过 也有热心的网友把这只琴的编号拍了下来 是N9开头的编号 那很明显它就是一只90年产的美镖了 首先在拿到这两只琴之前 我对所谓的家居红 其实也和很多人一样 是有一定误解的 因为光从演唱会视频 或者是各种照片来看的话 肯定是有色差的 以至于我一度的把家居红 误认为像假日红之类的颜色 黄冠中御用的被厮守老瞻 在他的一篇博文里提到 家居的那只90年的美镖配色是 Apple Candy Red 也就是糖果苹果红 这个红带着一点金属的反光质感 非常的高档 不过这个颜色的名字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还是不必过于较劲 因为通过查询90到92年 Fender的产品价格手册来看 官方的叫法是Frost Red 也就是双红色 这三年的美镖也就出了这一种红色 但是颜色这个东西 有时真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边界 苹果糖红也好 双红也好 其实在芬达里呢 都属于比较有金属质感的红色 你非要说苹果糖红好像更艳丽一点 但芬达不同年份调出的双红色 都有肉眼可见的色差 这可真的是很让人头大 比如说这一支我很多年前就已经拥有的 ABINETS JS100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苹果糖红颜色 那大家细看的话 还是可以感受到 它们之间的这个红的程度呢 是有一些区别的 甚至同样是芬达生产的两支苹果糖红 不同时期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色差的 那这一支的红色呢 就会偏暗一点 但是金属的质感呢 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而这一支的红色会稍微的艳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都属于金属红的颜色的范畴 希望这个信息呢 能够破除大家对家居红的一些误解 家居在9.1演唱会上使用的这支芬达 的确成为了很多家居迷门 心目中的神圣的一个标志 而且它也是家居所有的吉他里面 获得镜头最多 最清晰的一支吉他 但其实这支吉他 是家居在筹备9.1演唱会之前才购入的 而在此之前 家居已经使用过了不少的分达 那基本上都是Strad的型号 比如说这一支我们在不少家居的照片中 都能见到的白色的蜂木纸板的大头的分达 应该是日分的68 还有这支也是白色群体的 但是小群头的玫瑰木纸板的 据说是日分的62 家居呢也使用过Gibson的吉他 但很显然 这不是他的主要的武器 在各种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里 我们可以很显然的感受到 家居其实是更青睐于分达的Strad情形的 而实际上在购入90年的那支美镖之前 家居还有一支红色的蜂木纸板的 黑色石音器的大头分达 这支琴可以说是真正见证了 家居十年来从默默无闻 到成为摇滚巨星的整个成长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这支琴可以说是皇家居使用最频繁的一支琴 从排练到录音室到演唱会 它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只是因为年代所限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支琴的镜头 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它却是家居的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红 它实际上是80年代初美产的 International Color系列中的一员 International Color就是国际颜色 这些颜色是用世界各地的一些地名来命名的 那家居用的这一支红色呢就叫做摩洛歌红 其实去年日分的产线上呢 就有复刻过International Color这个系列 可惜这个摩洛歌红呢没有丰木纸板的 如果有的话相信在中国肯定是卖爆了的 值得一提是家居的这支摩洛歌红呢 它自己有进行过挖槽的处理 可能也是家居当时非常的迷恋 国外的那些素坛大士们吧 所以也模仿他们进行了纸板的挖槽处理 不过可惜的是那支摩洛歌红的分达 在89年的一场演唱会中家居在与贯中斗琴的环节中 突然炉内高潮把琴给损毁了 当然也过了一把吉他英雄暴力美学的印 家居在88年也购入了一支很小众的ST 是来自于瑞士的一个很小众的品牌 Blade刀锋 这个牌子早期都是在日本生产的 虽然一直名不经传 但至今还是存在的 听说产线已经转移到了韩国 品质口碑还是不错的 这支Blade家居依旧选择的是三个单线宣实音器的配置 看得出来他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支吉他 在88的91年间有很高频次的使用 那家居为什么特别喜欢用这种三单的STAT呢 我觉得一可能是受到了他所喜欢的吉他英雄的影响 比如说生子乐队的吉他手Rich Blackmore 英格威 Jimmy Hendrix 这些吉他大神都是使用三单类型的STAT 用这种三个单线圈实音器的吉他来把玩摇摇摇 我觉得对个人的演奏能力 还有音色的把控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单线圈实音器的输出比较小 音色薄亮 加上底噪相对也比较大 如果守候不到位的话 就会听起来音色干扁无力 并且很嘈杂 二呢 这种三单的实音器 和皇冠中比较喜欢用的双线圈实音器 能够形成一种互补 因为双线圈实音器比较厚实 单线圈实音器就偏亮偏薄一些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那家居为什么能够很放心的 使用一支普普通通的美镖去上演唱会 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手感 其实美镖的琴景的手感 是非常非常适合亚洲人 我觉得它会比绝大部分的美国品牌的琴的琴景 要薄一些 所以弹起来它是极其的舒适的 不过琴景厚度这个事情 在当时的吉他制造业来说 它还是个玄学 因为它的厚度是有个体差异的 比如说这一支九亿年的琴景 就会比这一支九零年的琴景要更薄一些 当然这种差异如果只用肉眼去观察 其实是非常的细微的 通过这个曲形器 我们大致的可以看得出来 左边的这个琴景形状 要比右边的琴景形状要稍微的厚一点点 那这一点点的差异 还是较难用肉眼去观察出来的 还是要上手摸一摸才能够有更直接的体会 所以中上所述我觉得家居之所以喜欢这样的琴 很放心的用在演唱会上 我认为首先他肯定是非常的喜欢这支琴的手感 而至于音色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三单实际器的那样方向的音色 仅此而已啊 就我个人的理解吧 无论是家居还是贯中 其实他俩呢 对设备上的这个要求呢 不是特别特别的挑剔 他们需要的只是适合自己的 上手起来非常顺手的生产力工具而已 而这支美镖啊 虽然说它是90年代初期的美镖 它的音色啊 其实也就是量产的美镖的音色的一个标准 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地方 声音的方向也会更现代一些 它和我玩过的所有的美镖的感觉呢 几乎是一致的 也和改款后的美镖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美砖 音色的风格取向也是高度一致的 但你要说那个年代的木头做出的一支美镖 会不会比现代的这个美镖 或者说是美砖要更好呢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的难下一个科学的定论的 因为一支琴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和多年的演奏之后 它的木头的特性 其实是会改变的 而且往往这种变化是积极的 所以拿老琴跟新琴对比 那其实很多东西 还是比较难说的 我当然会更喜欢这两支老琴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声音更有灵魂 更有沉淀感 而相较来说这些新出的量产琴 音色上可能给人的感觉会相对飘一点 沉淀感没那么的足 当然也可能因为琴还太年轻了 如果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它的音色也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了 那琴的细节我也来简价的过一下吧 这两支琴应该说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支标准的Jet的配置了 Or的琴艇 你不要问我是几拼的 反正这种油琴你是肯定看不出来几拼的 我觉得既然是作为生产的工具 家居应该也不会去care它是几拼的吧 我们这些后人之所以仰望它这支吉他 完完全全是因为它的音乐上的成就 而不是这支琴有多牛叉 两支琴的纸板的玫瑰木的色泽也非常的相似 都是比较普通的 应该是印度玫瑰木棕色色泽的 毕竟只是普普通通的量产琴嘛 我们不能够要求 它使用那些颜值非常高的木料对吧 纸板弧度是现代型分达的标准弧度 9.5英寸 品丝用的是中大号的镍银品丝 这两支琴用的品丝规格都是一样的 琴桥是这种现代型的两点式琴桥 六颗琴马也是这种现代型的比较平的琴马 手靠上去是不会有任何刺痛感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非常好的 摇霸是很普通的 也就是分达了这种很原始的螺丝型的结构 就是你拧进去就是装上摇霸了 同时摇霸它插入进去后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所以我们把它摆到后面的时候 它是会往琴体这边靠一些的 当摆到前面的时候 它是会有点翘起的感觉 而这种其实比较简单传统的琴桥设计 它本身的稳定性呢 还是只能说一般吧 如果是玩这种比较夸张的摇霸技巧的话 它的音准呢 恢复情况还是比较差强人意的 那这个就不怪琴桥的设计啊 而是它整个美标的设计是比较简单的 琴枕的润滑度可能比较一般 再加上还有两颗压弦钉在这里卡住 这些呢都可能会比较容易的造成琴弦比较难恢复音准 那同时对琴弦拉力的稳定性 也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 所以说玩摇霸之前呢 还是得把琴弦拉一拉 让它的拉力能够稳定下来 那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摇霸系统的音准 是没有办法跟弗洛伊德或者是Mixman那种 比较高端的摇霸系统去相提并论的 毕竟它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美标啊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只是 把它进行一些轻微的摇晃 做一些颤音的表现就可以了 而早期的美标上的实音器都是这种写着 016730编号的实音器啊 实音器上的磁点的高度呢 也没有做出太大的差异化 基本都是等高的 同时磁点的边缘也是这种比较平直的设计 但我手头上的90年的这只 实音器呢有着明显的不同啊 磁点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 做了一些胁迫的打磨处理 而且磁点的高度也是有意的设计成 中间高两旁边低的 其实它不是原装的实音器啊 而是被上一任的主人更换过实音器的 那它是Dimacio的那种降噪类型的实音器 所以它在实真音色的状态下非常的安静啊 那这个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升级 当然降噪实音器和标准的单线圈实音器的音色 还是有所区别的 标准的单线圈实音器 虽然在实真状态下有一定的底噪 但是它音色中的高频会更加的有张力一些 而这种降噪设计的单线圈实音器 虽然整体听起来还是比较单线圈取向的音色 但是它的高频其实会相对收敛一点点啊 不过不放在一起AB对比呢 可能感受也不会太明显啊 而久音年的美标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啊 就是它最下面的这颗Tone扭呢 实际上用的是TBX的电路设计 这个Tone扭呢 当你打到中间的时候会有一个咯哒的感觉 那这个状态下才相当于我们普通的Tone扭的全开的状态 而当我们把TBX的Tone扭打开到最大 那其实是一个亮度增强的状态 这个设计主要是在克莱普顿的签名款里会见到 而在某些年份的美标上面也可以见到 而家居的那只90年的美标是否也有同样的功能 那目前我就没有办法考究了 至于说这个琴的音色呢 它到底如何 我觉得它就是一只中规中矩的美标 它更像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给你一个很标准的平台 而至于它是否能够发出打动人的声音 完全取决于演奏的那个人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黄家居是一个对设备特别挑剔的人 而且后期的它其实也并不缺钱去买很好的乐器 而最终它选择的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美标 可能也仅仅是因为它觉得美标已经够它用了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只要有一只自己觉得足够好的乐器 就肯定能够满足我们练琴录音或者是创作的需要了 像模仿黄家居的这种三单实音器出来的音色 我觉得任何品牌的SJET类型的琴都是足够的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 当自己的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去买一只与自己的偶像非常接近的琴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非常开心的事 总之风简尤人吧 反正玩音乐就应该是一个很自由 很放松很开心的状态 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让大家对家居红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